两年后,无论孩子在偏乡上学还是就读市中心的学校 人人都有冷气吹 孩子有权享受安全舒适的教育环境 不该因为地区有所差异 但是对于偏乡的家长来说 却是担忧电费的问题 是否会转由家长负担部分费用 偏沿地区的学校由于学校的人数少 在斑斑有冷气的政策之下 每位家长都相当感谢政府的美意 但是对于小学校 在电费的负担形成了家长的担忧 就我们学校来讲 我们学校学生人数少 那每一班的孩子平均大概五位小朋友 所以无形中如果平均要由这五位孩子去分摊 每一间教室的电力 其实对孩子的家庭也好 或本身也好都是一个负担 所以希望在政策担定的时候 可以考虑到我们偏向学校的一个需求 在这政策之下 不管是学校或是家长 都希望能够明确地了解 电费的解决办法 县议员张怀文就认为 舒适的学习环境 是每一位学童最期盼的学习空间 让学童在上课时有冷气 是福音 但是对偏向地区的家长来说 却是一场沉重的负担 我想是政府的德政 每一个学校都可以装冷气 那目前看到有些学校 都已经把冷气都已经装上去了 碰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就是因为电力的问题 有冷气可能这个电力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造成有冷气 不能够使用的问题 我们希望教育处 本着这个政府的美意 能够尽快来解决这个区块 让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冷气 能够很安心地就读 张怀文也呼吁教育处 能够积极地介入 去了解承包厂商是否遇到困境 应该要协助解决 让学生安心上学的权益不受损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导